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攻击巴黎之后 又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府和纽约 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康美 举行联合记者会向美国民众公开信心喊话 令人欣慰的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康美透露 美国目前并未发现任何针对美国的可信的威胁 不过美国众议院不顾欧巴马总统否决的威胁 以289票对137票的绝对多数 通过了严控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入境的法案 不过这项法案能否在参院获得通过 目前还不得知 记者张国华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